中国江苏西安区的312高速公路就在今天晚间6点多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坍塌意外 当时下方的路面还有多辆的轿车正在行驶 结果当场被这个崩落的桥面重压断成了两节 当地的搜救人员紧急出动 但是因为事发突然 一共有多少车辆及人员受困 以及崩塌的原因为何 相关单位都还要在调查 十字路口车选马龙 但轿车才刚过一半 上方的高速公路桥面突然诊断崩落 下方至少两部轿车和一部小货车 当场被桥面重压 车子几乎断成两半 等红灯的民众死里逃生 对眼前的景象完全不敢置信 中国江苏西山区312国道 当地时间10号晚间6点多 因为不明的原因突然崩落 当时还有好几辆的轿车行驶在桥上 紧急刹车才逃过一劫 当地救援小组立刻出动 但受困车辆以及受伤的民众 有多少人一时间无法确定 地面协助救灾 也紧急出动了直升机支援 受到桥面崩塌影响 江苏西山312国道 一度回堵将近4公里 至于什么原因造成桥面崩落 中国大陆相关单位 也正在调查理清 记者中的报导